亲爱的主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一个就是战争 包括俄乌战争 包括中东战争 每天有大量的人死在战场或者受伤 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场景就是这个世界的经济下行 很多的公司关门倒闭 很多的生意步入从前 我们人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少 我们也知道在这个世界上 真的是每个人都劳苦重担 但是我们却心怀喜乐 因为神女友同在 就我们特别的为在中国 我们这个时候还要工作弟兄和姐妹 就我们知道 没有人喜欢这样的无休止的工作 可是我们也很清楚 如果我们不能认真的工作或者连工作几乎都没有 那我们的生活也会出现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就向主来感恩 就是因为神保守神怜悯 我们还有工作 我们也向主来感恩 就是在这个时代 我们还可以靠着自己的劳动 我们能得到我们生活所需的物资 同时也能用我们能力去帮助需要的人 主啊 我们现在就特别的求你做一件事情 特别的求你做一件事情 就是让喜乐崇拜我们 让喜乐崇拜我们 让每一个 无论是在单位的 在家的弟兄和姐妹 就在这一刻被喜乐的领充满 就是很有喜乐 很有盼望 也深深的知道 我们做不是给老板做 我们做不是给别人做 我们做就是给主做 我们就是给主做 我们也是给自己做 因为我们所做的 在主面前被纪念 哈利路亚 主谢谢你 赞美你 主谢谢你 赞美你 主我们敬拜你 主我们爱你 主我们敬拜你 主我们爱你 主我们特别的求你 保守我们 那些在职场里面 做领导的弟兄和姐妹 求你格外给他们智慧 格外给他们聪明 格外给他们口才 格外给他们忍耐 主啊 当面对一些不成熟的同事 当面对一些不成熟的 不成熟的下属 他们就可以 懂得用智慧去引导他们 懂得去聪明 用聪明去应对他们 并且慢慢的去转化他们 靠着上帝的爱和能力 主你是全知全灾全能的上帝 主我们敬拜你 主我们爱你 主我们盼望 在中国有我们弟兄 有我们姐妹的地方 就一个活泼的小组 有我们弟兄 有我们姐妹的地方 只有这样积极向上的文化 主我谢谢你 主我赞美你 主我们敬拜你 谢谢你赞美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阿们阿们 阿们 哈利路亚 感谢主 感谢主 接下来我们再花一点时间 我们来祷告一个 技术上的新概念 叫元宇宙 上周我想我们的孙灵姐妹 已经带着大家祷告了 那这周我们继续来祷告 元宇宙 我们 还不能完全去描述它 但是我想 慢慢大家就机会去感受 慢慢大家有机会感受 元宇宙是一个 未来 未来的一个趋势 元宇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那我自己 我很清楚 我自己我很清楚 趋势这个东西是 我们挡不住的 我经常讲过一句话叫 大势所趋 势不可挡 大字方便我们大字 大势所趋 势不可挡 元宇宙是个趋势 所以 那我想 至于这件事情 那我们的 这个 徐华特别有感受 那我们特 我们徐华是 做批发生意 做了好多年 我生意一直好到 这堂的数钱 但是突然生意不好了 那就是因为 这些新媒体 都赢了 快售 然后产生了大量的网红 然后网红成为了 这个销售终端了 所以 他们做批发的 原来的那些销售终端 都 都不走货了 所以今天 如果你倒退十年 再给 虚化一次几回 虚化百分之百 会抓住这个 都赢了快手 这个刚刚起来的时候 这个 所以我自己 我想 我自己我想 这个是 这就是趋势 所以 我们 我们教会 在过去的这十年里面 我们一直 应该讲 就踩在点上了 每一个重要的趋势 我们都 都跟上了 都跟上了 所以接下来 在元宇宙这件事情上 那我们求神带领 我们 之前是有教堂的 不管大 不管小 不管简单 还是豪华 我们是有教堂的 但是这两年 我们是没有教堂的 但是等了这个 元宇宙以后 那我们会 开创一个 元宇宙教堂 我们 具体它是一样 什么样体验 应该在有 不用超过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就可以 感受到 所以 我们今天呢 我们一起花时间来祷告 我们知道 不叫未来 要叫未来以来 那我们就 求主保守我们 那我希望教会 在这方面呢 给弟兄姐妹 一个体验 一个示范 那我希望 我们的弟兄 我们的姐妹 也在工作中 不断地去拥抱 新鲜的事物 不断地抓住 趋势 给带来的机会 哈利路亚 去谢谢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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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主我们为我们教会 即将启动的元宇宙教堂来祷告 主啊我们相信教会的本质是神 教会的最重要的是神和人的关系 就至于我们是很多人聚在一起 还是我们分散在不同的地方 真的不重要 至于我们是有教堂 还是我们没有教堂 这个也不重要 所以我们还是盼望在科技快速发展的时候 我们的心依然的精进的定睛于主 在不断的变幻的时代里面 我们保持不变的心 不变的爱 因为神永不改变 主我们现在就特别的祷告 求主恩代 那些帮助我们做技术升级的弟兄和姐妹 主啊不管他们是谁 不管他们在哪里 我们祷告他们所做的事情被主纪念 我们祷告在基督里面 他们也得他们的奖赏 我们也得我们的奖赏 主谢谢你不断的把新的事物赐给我们教会 也愿我们教会不断的去拥抱这些新鲜的事物 让弟兄让姐妹不但在礼拜中感受到神 也在礼拜中开了眼界 并且带着从神来的智慧 带着打开的眼界 回到职场里面不断的传递这样的意向 不断的去分享这样的智慧 让职场可以也成为一个成长的地方 一个众人去感受积极的地方 主我们谢谢你 主我们赞美你 哈利路亚 主谢谢你 哈利路亚 主我们爱你 赞美你 赞美你 我们这样的祷告 释放耶稣基督的名 阿妹 哈利路亚 感谢主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个国内现在是什么情况 大家 大部分是上班吗 还是他们在家里 那现在呢 就是如果你说牧师我在家 我方便我可以读圣经 你就打一 如果你在单位 你不方便 你只能听 不能讲 不能读 没关系 我们只要在家 我们方便 我们就打一 如果今天上班 在工作的地方 不方便 没有关系 那我们最后呢 我们在位一件事 祷告 然后我们就请大家 来 这个分段读圣经 我们啊 接下来我们为一件事情 祷告 就是 我们今年 好事连连 首先呢 年初的时候呢 我们有两个姐妹 还孕了 两个姐妹 还孕了 美国一个 他是早一点 中国一个是晚一点 那为美国的这个姐妹 已经卸货成功 很快 中国的姐妹 要卸货了 所以 上个礼拜天 我请孙玲 带着大家祷告的时候 我说 请为今天 生孩子姐妹祷告 孙玲还特别 特别问我是今天 还是今年 然后我说 今天 啊 就上个礼拜天 大家在聚会的时候 美国的姐妹 在医院里面 在医院里面 剩下了 剩下了一个小女孩 非常可爱 非常健康 啊 感谢主 那很快 我想中国的 我们的 虚姻姐妹 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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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卸货 所以我们为 已经卸货的感恩 我们为将要卸货的祝福 那我 我为什么说好事恋恋呢 又有一位姐妹怀孕了 所以我自己 我特别特别的高兴 啊 我自己 我相信 啊 儿女是夜话赐给我们的产业 儿女是夜话赐给我们的产业 不老说 没事干 没事干 没事干嘛 那孩子来了不就有事了吗 又得做饭 又得这个 给人家补课的 所以我想 这个 所有人都下岗了 但是学营不会下岗 因为学营以后 有忙不完的事情 啊 有忙不完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自己 我特别的 啊 希望我们的弟兄 我们的姐妹 在这里面 我们一起 我们来祷告 啊 我们来祝福 已经卸货的 我们啊 我们也祝福那些 将要卸货的 我们也要祝福那些 后来者沮丧的 啊 这个今年都快过去了 也怀孕了 这真的特别好 啊 感谢主 我们一起来祷告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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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 亲爱的主,我们在美国的我们看到了这个小贝贝,真的是,哇,It's amazing,这是一个神迹,非常安静,非常的乖,不吵,不闹, 所以生这样的孩子很容易,养这样的孩子很简单,没有像人想的,没有像人说的那么忙,那么累,我相信这就是你听了我们的祷告,怜悯我们,主啊,我们所求的不是一个,我们所求的是一个又一个, 主啊,我们把下一个要出生的宝贝交在你的手里,圣灵求你充满它,神啊,求你高摸它,主啊,让它真的在基督里面,健康的,喜乐的,来成长,主啊,我们盼望,凡是我们的弟兄,凡是我们姐妹,凡是我们家里的孩子,都是这样的,就是他们是健康的, 他们是有灵魂的,他们是有灵魂的,他们是在基督里面,可以正常的成长的,不需要做父母的额外,操心负担什么,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也真的在这个时候,我们把孩子献给你,所有的孩子都是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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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啊,主啊,谢谢你,把孩子暂时给我们,也谢谢你看我们有忠心,把孩子托付给我们,让我们做管家,主啊,我就求你,格外的给这些,啊,刚刚做父亲做母亲的人,聪明智慧,主啊,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啊,顺从神的旨意,配合神的工作,来,教养神的孩子,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咱们赞美你,主啊,我们所求的, 不单单是这些孩子们,健康的,啊,出生,我们更,啊,求求祝福这些孩子,快乐的长大,就像我们YRHVC一样,就像我们每周的空中课堂一样,我们的孩子,真的是,身体跟心灵一起成长,身体跟心灵一起被祝福,主我们感谢你,啊,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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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好,那我们就,啊,找八个人,找八个人,然后呢,啊,每一组啊,每一组四个人,我们来读经文,总共四十节,每个人,每个人读十节,啊,第一组呢,我们就是这个,啊,袁淼,方语期,啊,李贾,和珍妮,第一组, 第一组是,啊,袁淼,方语期,李贾,珍妮,那第二组呢,是路西亚,啊,孙林,啊,明玉,啊,和,和,和冬雪,和冬雪,那我们,啊,两组,两组,我们找好了以后,我们就准备一下,我来把经文投到大屏幕上, 哈利路亚,谢谢主 咱们